大陸搜物新聞特別策劃 另一面 記錄武漢肺炎疫情之下 各行業那些無名之輩的新冠傷痕 不過 文章已被刪除 雲南花農李戈每天眼睜睜看著幾萬隻鮮花開爆 他說 花爛在地裡 一扎虧10塊 往外賣還賣不出 得虧15塊 河南養殖戶張震剛說 看著那些出殼剛一天的小雞廚 被倒進新挖的土坑中 挖掘雞雞鏟子 土就把雞廚蓋住了 雞雞雞的聲音很快變小 消失 它倒沒哭 只是心像針紮一樣 2020年年關 張震剛估計將失去36萬隻小雞 無法再追花的四川養蜂人劉德成表示 自己要瘋了 蜜蜂死得密密麻麻 拖都拖不出來 從大年初三到現在 光是死去的蜜蜂就裝了六七桶 那是能裝三四十斤水的大桶 浙江恆店製片人朱文九的工作組 共800多人 每天一睜眼就是100多萬的損失 陝西某酒店大堂經理說 從初一就開始接過年前的退單 押金要全款退 餐飲部經理給客人解釋的 嗓子都啞了 餐飲老闆老江表示 堅持不下去了 打算退出餐飲業 身上現金用完了 到下個月 連房租錢都拿不出了 聽到別的行業抱怨被腰斬 浙江連海民宿創業者金鞋則心生羨慕 因為民宿是直接業績掛鈴 南京民宿創業合夥人二龍表示 親眼目睹了這個行業垮塌的一幕 三更書店老闆趙超凡宣布書店結束 從湖北賢寧帶著女兒到武漢求醫的母親陳欣 滯留武漢40天 可能馬上就要抱著寶寶在街上流浪了 沒有一家酒店願意接收他們 電話從市長熱線、交管局、疾控中心、社區 一直打到求助站 每家都在踢皮球 那些封城被困的武漢民眾則憋到大喊 大家都睡不著啊 疫情之下 武漢的留守寵物也開始被遺棄 一些小區向業主喊話 出門遛狗就把狗打死 武漢市委書記王忠霖3月6號提出 要開展多種形式的感恩教育活動 聽黨話 跟黨走 武漢市民劉先生表示 疫情爆發後 網上僵屍肉又開賣 而且他懷疑社區人員和超市勾結 疫情期間趁機漲菜價來分贓 現在很多非中共編制內的人員盤踞在社區 他們拿不到官家的錢 就弄老百姓的錢 武漢市民張先生則怒罵中共 說的東西只有自己信 劉先生表示 當局批命想讓老百姓相信 武漢肺炎是吃野生動物引起的 但老百姓不買賬 由於中共封鎖消息 隱瞞疫情導致疫情失控 給全球 尤其是中國造成嚴重禍患 雖然湖北武漢高層相繼換人 但難憑民憤 有民眾怒槍 換人不如換黨 鼻子